轮到我表演的时候了呀 现在已经满了一个冰箱 还有另外一个 现在开始 开另外一个冰箱 再满另外一个冰箱 下水 哎呀 下水的感觉真好 不过今天的运气也不错 现在一条红鸟向我们摇过来 我们非常的果断 向它发起了这个进攻 现在它非常的凶猛 一直往下面拖 还好我的运气比较大 瞬间把它拉下这块 红鸟 像你们呢也可以看到呀 这边风塔这边的机缘呢 还是不错的 可以看到我眼前这里 成千上万 三千万条的 这个 不知道什么鱼 这块 反正就是非常的多 这时候呢我打中了一条这种鱼 给大家看一下啊 把这个镜头拉近这块啊 看一下啊就是这种啊 这时候呢我刚到这里就发现两条这个大红鸟 但是它发现我之后已经乱下去了 这个水有点温 我在默默的等待啊 看不太清楚 发现进攻呀 这条红鸟非常的可以 非常的不错呀 哇操的水母真辣 还记得吗 刚才是两条啊 现在又来一条呀 这条呢呀就看得进去了呀 凭实力把它收下这块啊 哦它卡住那里了 拉也拉不上来 因为那个藤壶太多了 拉了几下才拉出来啊 这条呢就打中那个内部了 它不怎么动烫的地方 最后一个庄回家 最后一个庄 哎呀该说不说 这个鸟实在是太多了 这个小鸟 有时候啊 我非常的讨厌这个鸟 它在我面前这里 你看密密麻麻的 前面的东西都看不清楚 有时候下面有大鸟啊 都看不清楚 这个小鸟 这个小鸟非常的讨厌 就非常的讨厌 它把我前面 全部视线都挡住了 这块 有来有去的 赶都赶不走 哎呦 太连人了 这种小鸟 你看这么多 我没有办法 有办法 我全部把它给清光了 这块 老是来挡住 大鱼都看不见 老是在我面前这里 有来有去 你看我反不反应 哎呀 没办法了 今天的话呢 就到这里了 回家 这里被水母遮了 反正这里又不遮 这里消了 这里又开始种了 今天呢 我们的 打鱼活动 到此为止 现在开始 我们的反航先动呀 好 现在 现在是下午的17点15分了呀 现在我们要回去了 好 回去还要一个多小时 可能都准备天黑了 结果 赶紧回去 现在还要看你生鱼 我顾摸了一下 今天应该 应该能破吧 这块 好 好 先来一条 小红小 哎 还有 小红小 小红小 啊 这红小肥 一条三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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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丢着包 哎呀 金枪 眼神大金枪 黄辣辣 看一下我们今天打的鱼 看一下我们今天打的鱼 要老表要打了一条鱼 吧 这条 估一下有多重 啊 谁能估一下多重 应该有啊 我们不带氧气的不带氧气 我我我猜他应该二十斤 这一条是我打的 看一下 大家猜一下我这条鱼点有多大 哎呀 九斤 不止哦 这么大 都有差不多有70公分长了 你开往下呢 没有吧 啊 看一下看一下 老表报告数 看谁猜的猜的对哈 十斤啊 十斤二两 十斤二两 有谁猜猜对的 哈哈哈哈 这个 抢鱼呢 也是一件这个非常辛苦的事情 啊 因为打的鱼比较多 啊 刚才抢出来呢 大概算了一下 啊 呃大概有个一百二一百三 就是我跟风哥两个人一起打的鱼后 啊 哦 就是好像是突破新高了呀 哦 之前呢都没有打这么多 哦 因为现在 现在已经是二十 二十点五十三分了呀 很晚了呀 今天打一天鱼非常的赖哦 那么好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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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